驚喜唐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不怕冷就代表身體已經變好了 對 原來他還是有問題 好像我 我聽他講完之後 我覺得是我耶 因為我也不怕冷 我在疫情的期間 常常去電視台錄影的時候 還在邊緣37度5 還要在電視台的門口 等一下才能再進去 然後我都不怕冷 然後我的眼睛也大大凸凸的 對 因為我這邊是眼睛大大凸凸 對 我媽也沒有凸凸 大大而已 可以來檢查 可以來檢查 而且我體力也很好 我精神也很充沛 我隨時隨地都很有力氣 真的 你就知道他先生有多可言 那個有一個檢測的方法 你可以量一下心跳有沒有變化 然後手伸直 然後又一張紙 看 如果你有一些些微的抖抖抖抖 那個就是高度懷疑要趕快去檢查 真的 好鬧的 這樣看有時候看不出來 要拿一張白紙 有耶 我真的有一點 這樣算有嗎 還是風吹的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 我好像會有一點在抖耶 真的還好 你那個太硬了 我會抖 這樣子 你這個會抖真的很嚴重耶 我覺得太重是不是 對啊 沒有啦 真的抖不是這樣抖的 抖就是真的會抖得很兇 我們的呼吸喘 本來就會有一點搖動 第三 來 好 怎麼睡都睡不飽 小心是疾病在搞鬼 在睡不飽的部分的話 有很多女性會覺得自己吃荷爾蒙的一個問題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分享 有一個三十多歲的一個女性 大概三十七八歲這樣子 那她來到我門診的時候她就說 醫生我要驗荷爾蒙 那我心裡想說不對啊 我們一般台灣平均的更年期是五十二歲 她才三十幾歲而已 其實快接近四十啦 那當然有可能快進入更年期 但是理論上都還不到 所以我就問說 你為什麼會覺得自己像是更年期 她說 理事我最近都 一直睡不飽 這個狀況其實已經大概 快兩年了 那她其實一天要睡到超過九個小時 我說那中間有沒有醒來過 她說沒有 其實就是都是一覺到天亮 也睡了這麼久 但是醒來之後還是沒有精神 非常的覺得疲倦 就怎麼睡也睡不好 心情也不好 所以在工作上面 就常常跟人家會起摩擦的狀況 有一個她比較好的女同事就問說 那你最近驚奇的狀況 到底準不準這樣子 她想想真的不太準 她這半年的話就是來月經 就是有的時候有一搭沒一搭 那她後來的話 有先去一些診所去調經 那調經好像稍微好一些些 可是 她想說糟糕 該不會我的卵巢早摔 真的是要進入更年期了 超音波的部分 子宮卵巢其實大小都正常 也沒有像是萎縮的狀況 我就幫她抽一個荷爾蒙 去驗看看 就果然 它的一個雌激素是正常的 它的卵巢也沒有早摔的現象 可是在抽這些荷爾蒙的素質裡面 有一項素質特別異常 叫做蜜乳激素 那其實蜜乳激素的話 我們正常值大概在25左右 那個女生就到100多 那通常教科書上說 超過100的時候我們就要小心 是不是腦下垂體 這個分泌蜜乳激素的一個器官 有長線流 所以我就幫她排了一個 腦部的一個核磁共振 真的在腦下垂體看到一個 1.2公分的線流 我就轉到神經外科 那神經外科醫師幫她評估過後 因為她還沒有一些症狀出來 所以就先幫她開藥吃 那如果腦下垂體的瘤過大的時候 它會壓迫到我們視神經交叉的位置 會造成旁邊偏盲的一個狀況 叫做雙側偏盲 視野會受限 兩邊的部分會看不清楚 中間還好 但是兩側會看不太見 後來還好 吃藥的話 這顆線流從1.2公分 慢慢慢慢變成0.6公分 那在回診的時候我也問她 她後來月經就回來了 因為幫她抽血的時候 她的一個密尾激素已經降回來 只是說0.6公分的這個線流 她還必須要持續的追蹤 所以有的時候睡不著 這些一個影響的狀況的話 可能有一些疾病是藏在裡面 要尋找的 像我平常就是台北高雄兩地跑 我很常今天錄完影 錄到很晚 我隔天一早要搭 最早班的高鐵回高雄 就是想要陪小孩這樣子 然後當天會搭最晚的一班高鐵 再回台北 因為隔天可能要錄影這樣子 然後長期這樣其實我 就完全都睡不好 因為我要顧小孩 對 然後我顧小孩的同事 我又要擔心我自己工作的狀況 可能我今天表現不好 我就很擔心下一個通告在哪裡 然後就一直很擔心 一直很擔心 然後就完全睡不著 可是我有試著就是 強迫自己入睡 然後把手機拿到很遠的地方 然後我開始躺著 我就開始在想 我明天要工作要講什麼 然後開始在自言自語 然後停不了 對 停不了 完全睡不著 然後就趕快起來整理 那個包包行李 看有沒有掃帶什麼東西 然後安心的再繼續睡 然後躺著又開始想說 完蛋 我前幾天 來瓜哥這裡 我是不是講錯話了 那你怎麼都沒有通告 就開始在那裡負面情緒 然後我又在醒來 然後安慰自己說 沒事沒事 就是你自己想太多 然後在逼自己睡覺的時候 我就想到 我前幾天我女兒怕立起 她跟我說 媽媽 妳不用那麼長回來 然後我就玻璃心又爆裂了 然後一直這樣反反覆覆的 等我真的想睡覺的時候 好嚴重喔 對啊 然後天亮 我就必須得出外景工作 然後那時候外景的同事 看到我就說 你怎麼氣色這麼差 因為我就是睡不好 然後表現得也不好 其實我很自責 我自己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為了要讓自己有體力 我就又多吃了很多東西 就是睡不好又亂吃 而且都吃一些油炸的 後來我就跟我一個 有生命困擾的閨靈寶園 然後她就跟我說 這個晚上在吃的 然後它是有 你們可以看看 它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然後它裡面的 然後還有 它可以讓我放鬆身心 就會更好入睡 然後因為我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我有就是氣色不好的問題 對 它除了可以讓我更好入睡 然後可以增加代謝之外 其實它裡面的風網路 然後還有 然後讓我吃了之後 我睡覺的時候 其實是 其實就是睡得好 然後吃得對 我心情就好 氣色好 整個人都對了起來 對 因為其實現在睡眠的問題 其實真的非常普遍的存在 那其實我在我的那個門診上面 也遇到一個 就是大概26歲的一個OL 那他就是會來找我 是因為他覺得他為什麼 就是最近可能就是 然後他覺得他的體重有上升 那當我在諮詢的過程 就有問他說 你早上吃什麼 中餐吃什麼 晚上吃什麼 其實這邊聽起來是都沒有問題 而且他還說 他可能覺得自己壓力大 他還會就是去運動 然後他還想說 就是去跟朋友爬爬山 我這樣聽起來真的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我想說不可能沒有什麼問題 你體重會增加 然後這樣多聊一點之後發現 原來他就是 晚上其實都會睡不太早 然後這時候他就會開始 想要吃東西 然後他就說 有時候可能就是一罐的洋芋片 對 然後 因為他有時候是嘴殘 他就說他不是肚子餓 然後有時候就是 可能手機拿起來點一點 就是有一些油炸 就是可能像鹹酥雞 他覺得可以素食 對 就是很方便那種 然後我後來就 原來這個就是原因 因為其實人 在你沒有辦法好好睡覺的時候 其實人體它是會分泌 所謂的飢餓素 那這個飢餓素 它就是顧名思義 它會讓你想要去吃東西 那這時候你如果晚上 你是準備要休息 那多餘的熱量進來 其實久而久之 它就會變成熱量 累積在我們身體裡面 可能就會變成脂肪 那反過來講 當我們睡眠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人體會分泌一個 叫 也就是它可以幫助我們 增加代謝 所以其實我就會建議 他說可以多吃一些 譬如說富含一些色胺酸的食物 譬如說像一些牛奶 香蕉 或者是一些黃豆製品 豆漿 堅果類 那因為色胺酸 可以幫助我們合成 退黑激素 也可以幫助我們就是 穩定我們的睡眠 那另外就是 因為他說他工作壓力大 所以有時候他的神經 他的情緒可能就是會比較高亢 所以就會建議他可以補充 像含有GABA的食物 那譬如說這種食物 就會在有一些 發芽的米裡面 對 其實一些農會 也有在這種東西 對 或者是一些 黃豆芽 綠豆芽 番茄 或一點點那種泡菜 其實這樣的一個營養素 都可以幫助我們 穩定我們的神經 那因為有些人 就是沒有辦法 去買到這些東西 那其實有時候就可以 像心膩這樣就是可以補充一些 就是含量比較高的一些營養素 就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達到讓我們情緒穩定 然後幫助入睡的一個功能 那其實他覺得 早上為什麼氣色會變好 因為裡頭這個蜂王乳 其實有些都有 那B群也是可以讓我們神經 比較一個穩定的狀態 所以有時候你可能 如果當你睡眠好了 然後好好的睡一覺 那其實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的精神 你的氣色 都會變得比較好 那你的體態就比較好控制 他講得沒錯 有時候一個人就吃這些東西 你量多少 你要煮那麼多東西 不可能 對 除非你一大家子 大家分得吃 對 食物上攝取當然最好 可是現在大家又在外面住 又有時候吃外食 對 其實不方便 就由這個來取代 你的所缺乏的這些營養素 對 其實我們常常說 掛在嘴邊的一些小抱怨 可能就是我們身體產生的警訊 所以一定要留意 不能把它輕忽 對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